有Mesh的Walter 限定都二千多元 但其實貴得有道理的 讓我告訴你 上次就教完大家怎樣擴大Wi-Fi覆蓋範圍 但全部都沒有Mesh那麼智能和方便 Mesh那麼智能 主要原因是其中一條5GHz無線頻段 專門連接主機和分機 建立網狀結構 相對傳統使用Repeater的Walter 信號上的衰減亦會較少 亦都更加穩定 簡單來說 主機和分機之間的聯繫 就稱之為Mesh技術 所以Mesh Wi-Fi 以一主機一分機為基本 兩機的覆蓋範圍 怎樣都會比一步好 Mesh Wi-Fi 仍是用相同的SSID 而且還會自動切換最近的Walter 不用手動轉 當主機和分機連接後 他們會互相進行溝通 同時亦會自能計算出 主機和分機 距離裝置信號的強弱 自動切換最近的Walter 所以只要登入一個SSID 就可以全屋WiFi任利用 方便好多 不得不提 多數的Mesh Wi-Fi設定都非常簡單 只要透過手機的Apps 就可以輕鬆完成了 Mesh Wi-Fi對於無線裝置多 家裡又多有盲點 還不想反擊你 就相當推介了 換生活 樂科技 暗話-K 對於無線裝置 對於無線裝置 對於無線裝置